我來看,你多謝你那一頂 多謝你,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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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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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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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做多一點的工作 因為我參選這個議會 其實看到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其實那個空間是很大 如果你做實事的話 我自己覺得是可以發揮很好的 所以我希望扮演這個角色 能夠做多一點的工作 為香港 為國家 或者我給其他支持者去講一下 高醫生 好嗎 大家好 我一直在過去二十多年 都有機會見證龐愛蘭藥劑師 在我們醫療衛生界裡面 一路做的工作 包括在很早的時候 1990年代開始 其實我們就已經合作 是做一些禁毒 戒毒的工作 也都一直看來藥劑師 尤其是支持政府在禁煙的工作的領域 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然後在最近的時間 也都在社區衛生 社區健康方面 是發動很多藥劑師 是參與社區衛生的工作 在基層那裡 尤其是譬如幫一些 在院舍裡面的長者 或者其他基層的人士 在安全用藥那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大家都知道最近這兩年 我們受到新冠的影響 我們其實是很多的市民 或者在香港看過病的病人 其實是在內地裡面 是拿不到 即是回不到來香港 是拿他們需要服用的藥物 而龐愛蘭藥劑師 也是發起了 就是藥劑師的同仁 是一起跟工聯會合作 在過去的大半年裡面 是幫很多香港的市民 是順利地將香港 譬如在醫院管理局裡面 配給的藥物 由他的親人交給 經過藥劑師去核對過之後 證明這些藥是正確的 然後再由工聯會 他發送到內地 所以我在這方面 是見到很多龐愛蘭藥劑師 在社區裡面為基層健康 和專業服務的工作 在這裡支持他 謝謝高醫生 或者林醫生好嗎 謝謝 林醫生是我一個很欣賞 和很尊敬的醫療界的朋友 是 各位正如 好像高醫生一樣 我認識了龐愛蘭藥劑師 差不多30年了 我認識了幾次 我還是助理處長 在他多年來 是很早投資到他的公眾事務 很多方面都是我的前輩 醫療事務 公共衛生都是我的前輩 所以我們除了獲得 我們同行的信任 市民存在國際社會 會認同我 大家最重要是他擺放了一個健康情事的論壇 全世界的人都是John 所以他又是有本地的視野 有國際的視野 所以我們相信他可能將香港的醫療 所以他更加想一起留 謝謝林醫生 我認識了龐愛蘭 我認識了龐愛蘭很多年了 在現在香港需要團結一致 香港我們要有為的 大的新變化的環境裏面 龐愛蘭在很多方面 都能夠就著這個新的環境 會有大的發揮 其中一個我深信 就是譬如去代表那個界別 裡面都是有不同的專業 有不同的持份者 在這裡我們需要有人 有這個親和力 能夠團結各方 Scarlett是有這樣的能力 另外我也提一提 我作為眼科醫生 我對於視野和視界特別關注 剛才林兵恩是前局長都有 前局長都有提到 就是龐愛蘭 他特別不單止關注我們香港 自己的社會上的事情 譬如去到大阪區 去到世界衛生組織 這個是健康城市的聯盟 這種種都是說明 去那個視野是很遠和很闊的 是很值得支持的 這裡我要補充一句 剛才我提過不同的持份者 其實作為一個立法會的議員 最大的持份者就是香港社會和市民 多謝你 黃議員 或者是咸姐先好嗎 各位朋友 龐愛蘭邀請我來 就是因為我和她同一個委員會做事 是婦女事業委員會 婦女事業委員會和醫療界點是息息相關的 例如在疫情的情況 可能很關注我們很多婦女 因為長期面對疫情 面對經濟困難 面對家庭的負擔提出了一些心理的輔導 當中做了不少的項目 我們希望推進整個社會關注 面對疫情下經濟不景下失業情況下 為何關注在家裡的婦女 那種的心理負擔 這方面她做了很努力的工作 所以當旁阿蘭說 閑姐來幫忙 我就行 我就覺得應該不同間接的 多謝你 但想起你在會市民會提出這些倡議 我覺得她的樂力 那種事不捨 是令我有個感動的 希望她的次能夠當選 多謝閑姐 或者說 馬奉atti 唐阿蘭我是認識了很長的時間 亦都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們都重屬一個政治的關注團體 就是《新世紀論壇》 那唐阿蘭都曾經是《新世紀論壇》的理事 很長的時間 我們最主要做研究工事的理事 很長一段時間 龐岸小姐也參與了地區議會的工作 也很積極參與社會其他很多方面 包括甚至是醫管局的成員 他不單是一個藥劑師 他是整體來關注整體社會的事務 特別是我們的衛生的事務 剛剛上星期他才主辦了一個國際性的城市衛生的論壇 剛剛好像是前日才結束 所以他是非常關注我們的衛生 市民的身體 健康 所以我是強烈推薦他能夠參選 也希望他能夠成功當選去代表醫療衛生界 在這裏我是送上最良好的祝願 多謝馬逢國議員 好 朱衛星醫生 認識了很久的朋友 我很高興這次可以支持龐岸小姐 藥劑師 其實我想大家都看到過去這兩年多以來 其實香港整個社會受到大衝擊 尤其是我們醫療衛生界的 其實這次的選舉制度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以前很多時候可能醫生就找回自己醫生 變成很多時候會是責很多去看他們 我們自己自己的那個只是那個職系的利益 我想大家都看到現在我們香港經過這兩年多的 很多很多各方面的衝擊其實是需要一個重新出發的 這次是將很多對病人照顧服務的界別作為一個整合 我們是很需要一些人可以 足夠幫我們產生整合的效果 我當然作為醫生 我當然希望我們可以有醫生出來選 但是暫時來說我真的未聽到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難得龐小姐會是 是願意走出來是負起這個責任 剛才前面有幾位朋友都已經說了 我想龐小姐有一個難得的地方就是 她真的不是局限在她藥劑專業 雖然她在藥劑專業那裡 剛才高醫生都說了她做很多的事情 譬如過去這年多 在幫那些內地滯留的朋友 在那裡安排一些藥物 很多其實她用她自己專業的部分 但是其實她真的不是局限在這方面 這個我想是今屆我們選這個界別的 我們很需要一位代表 我們是可以代表各方面各界的 而我認識她的時候 我知道她是願意聽不同的聲音的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我們仍然都是各自為證 我們香港在醫療衛生服務那裡 永遠都是斷裂的 這是我們現在整個醫療系統出現的很多問題 不管大家說醫院醫生很忙 或者說照顧不好 或者說譬如社區又有一個連接的問題 護士又有問題 其他的服務都有問題 其實我們需要一個整合 而希望龐小姐是可以幫我們做到這個整合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很希望今次其實她可以成功當選 是可以幫我們這個醫療衛生界 是產生一個更加好的整合的效果 多謝 多謝朱醫生 還有潘德倫 大家好 我是潘德倫 我認識了Scarlett 都很久了 雖然好像沒有林順潔醫生那麼久 不過我們早在在上次SARS的時候 我們一起都合作過 尤其是當時的社會環境沒有現在那麼好 我們做了很多義工的籌款 做了一些志願工作 我們都一直有合作 而之後我們都很充分 即是衷心真的體會到龐小姐 其實除了在藥劑師精的專業之外 他在護理、醫療等等 其實都相當了解和相當關注 也都是真的設實做了很多工作的 那剛才高醫生都說過 我們有些藥物是要運上去深圳 給滯留在深圳的 尤其是一些養老院的老人家 其實我自己就是在做前線的工作 就是當時是遠程去為那些老人家診治 然後就開藥 那這些藥能夠順利可以維持到他們的健康 可以維持到他們不用斷藥呢 我知道龐小姐也在中間做了很多很多功夫 那我覺得龐小姐雖然她專業 當然是一個很出色的優生師 但是她對於醫療、衛生、護理 對於其他的阿拉伯的認識 以及設計的工作都是不少的 其實我都是最近 早兩天才知道龐小姐要出選 那她一叫我 我就一力支持 多謝你 多謝龐小姐 我一定會努力的 好 各位好 那我今次支持Scarlett 就主要因為我覺得Scarlett可以 就是令到我們的藥劑專業 能夠跟其他的醫療上的專業 合作得更好 那也都令到其他的專業 是可以發揮他們的更多的長處 那重新整合整個醫療系統 那所以我就根據這個理念 那我就支持她的 好 多謝大家 好 那我在這裏多謝大家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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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你2004年其實都已經嘗試 參選這個衛生服務界 那當時又輸了 那今年這個醫療衛生界 就是由醫學界和衛生服務界組成 那其實這兩個界別 以往都可能主要是由醫生 和護理方面的人都出現了 其實你有什麽信心 可以爭取到這個界別的意義支持 其實我自己是用個心出來去做這個參選 其實很希望不是說只是要得失的 其實我覺得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我覺得有一個空間是可以給一個 我自己是有心有能幹的人做實事的人 是為社會去做事 那所以我就覺得我會盡能力去爭取不同的界別 因為我們現在醫療衛生界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範疇 亦都是分別是很多不同的專業一起的 所以我會盡我最大努力去和他們去談 亦都是希望能夠代表到他們發聲 為他們爭取除了不是說我們業界的 我們希望就是以人為本 是為我們業界之外是為市民發聲的 但是如果有人質疑你 可能醫生為醫藥劑師 可能未必可能了解或者代表到醫生 或者護理那方面的業界性 其實你會怎麽回應 多謝你的問題 其實林順潮醫生剛才都講得很好 其實我們的界別 你可以說個個都代表不到任何一個專業 因爲我們實在太多專業在一起了 所以最緊要它是有國際視野 它有能力 亦都有親和力 能夠團結所有不同的專業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當然它是要真的有時間 扔下來去做這個工作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是會全心全意 是為這個行業去推動 亦都是最終希望為市民出力的 好 可以透露一下有多少個提名 還有醫療界面 有多少個市民的提名 因爲它現在提名 現在高醫生 所有都是我的提名人來的 而如果你說是以行業來講 我們當然是有醫生 有牙醫 物理治療師 脊醫 藥劑師 藥劑師 護士 等等那些都有的 是的 那是多元的 不同的專業的人支持我的 如果在醫療界面 佔你所有提名 有多少成員 大部分都是醫療的朋友來的 是的 沒錯 另外我想問一問 因為之前民建聯的陳永光 那是中醫來的 他都有報名參選這個界別 是的 你自己評估就說 你對比他來講 有什麼優勢呢 我想很難去對比的 但是我就覺得 我在醫療界做了超過30年了 那就在過往呢 跟我們講的 醫療 衛生界裏面的各個專業 都有長期的合作的 那我其實很歡迎 中醫界有人出的 因為呢 其實中醫界呢 是我們覺得都是 應該重視在中西醫的結合 和中醫藥的合作都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希望多些競爭 亦都在過程之中呢 我覺得是有很多機會是可以學習的 OK 我想大家都 可能未必使我說得太多 其中一樣呢 最重要就是 我們講的輪候的時間很長 那這個呢 我覺得 范紅寧主席在醫管局 其實他說的 折上油啊 中間分流啊 等等的措施呢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就是說呢 怎樣在基層醫療 還有醫社合作等等 和公私營合作呢 去解決我們長期面對的問題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 不是單止影響醫療專業自己工作的環境 而是呢 其實市民都會受影響的 現在人口老化呢 我們這個醫療的問題呢 的確是幾急切的 好 好 多謝大家 謝謝 這些事 要 那我覺得呢 這一方面呢 其實是 解決現在我們那個醫療的問題 其實最基本我覺得 是應該是在基層醫療去做多些的 現在我們講的呢 在醫管局正在照顧我們都幾大百分比的病人 我們希望基層醫療現在政府已經有叫做 看見站和看見中心 那個就是加強那個叫做預防醫療 還有一些穩定的病人能夠出去可以照顧到的 包括譬如你說糖尿病人 血壓高的病人 或者譬如骨折等等的病人 其實都是可以在社區裏面照顧 所以我覺得長期解決這個問題 應該是一些社區的基層醫療做到那個角色的 好 多謝你 Thank you 好 多謝大家